在近日的一场李宗盛个人演唱会上 出现了令人捧腹的意外插曲 当李宗盛申请演唱时 现场有观众高声呼喊起他的前妻 知名歌手林一连的名字 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关注 也将李宗盛的注意力从舞台上拉回现实 面对观众的突发行为 李宗盛展现出了极高的情商和幽默感 他并未因此生气或尴尬 而是笑着问起了保安在哪里 随后他轻轻唱出了自己的经典歌曲 当爱已成往事中的歌词 往事不要再提 巧妙地化解了这一尴尬局面 这一幕被现场观众和社交媒体上的网友 广泛传播引发了热议 许多人称赞李宗盛的机智和大气 认为他能够如此轻松地处理这种突发情况 展现出了成熟艺人的分泛 同时也有